高雄今天是新增4例的本土確診 其中兩例是國小學童 市府研判疫調後發現說是過年期間 家族聚餐所感染 但是傳染源不明 是不是新的傳播鏈還要釐清 而2月4號同一天 兩度家庭聚餐的29人也都狂烈隔離 於開學在即 市府也在校園全面清消 表示開學後校內有一例確診 就會停課 南大高雄一大世界購物廣場 清消 八號晚間一大宣布停業一天 市府證實是確診者足跡 高雄才起營一天零確診後 又新增4例新冠肺炎本土病例 其中兩例是國小學童初步疫調 是過年期間家族聚餐所傳染 但感染源不明 案一九三八二是十幾歲男童 診所快篩陽性後接觸者全數匡列採檢後發現 包括他在內共三人確診 兩位是十多歲男童 一位是二十歲的男性 三人在二月四號家族聚餐時 曾在三坪大房間玩手遊撲克牌 而最後一例女性確診者 則是跟確診者聚餐後染疫 屏東縣公告案一九三八零 案一九四零一是一對情侶 二月一號到二月二號 族跡闊齊屏東方山恆春潮州等鄉鎮 縣府也展開傾銷 同行還有另一對情侶確診 尚未有暗號 而這起家族群聚的指標個案 十多歲男童 二月四號中午晚上兩次參加 父母的家族聚餐 市府共匡列二十九人 眼見新增病例中出現學童 是否影響開學 市府全面擴大校園傾銷及隔板檢視 但因學童非上課期間染疫 沒有延後開學的規劃 但也強調開學後學校一出現確診個案 就會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規定停課 記者王庭 陳顯坤 高雄報導 好 趁心兩族 不是哦 懂再診斌 你們下次再診斌 表現場 我們可以冇中心地 來